早上好了 這幾天沒辦法跑遠 來看看老對手還在不在 這個點已經被很多人知道了 所以來看一下 所以說釣場被破壞之後 不是破壞了,被知道之後就被破壞了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有時候人多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樣網魚的跟電魚的就不敢靠近 反而那些釣山的一些釣子 沒人去反而都沒什麼魚 就是因為會有一些飛防的 進去裡面圍補 所以早知雨變得很少 蝦、雞。 所以我知道什麼意思 雕位很明顯 多一個緩流區 今天要用新的電子 這一把子錢打蛋 之前夠 8尺 搭配他們的 捲線器 其實這個也不算是 這算手竿半錢的 因為他的滑輪不會很厚 它這個是要隔線 在這裡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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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它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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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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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